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一個粗細均勻的繩子 這樣把它吊起來 然後A這一點 它的切線方向 跟水平方向加53度 B這一點 切線方向跟水平方向加37度 那C是最低點 那假設AB線段 這個重量是等於W AB線段之間的重量 這一段繩子是等於W 那麼他問說下列何則正確 我們就把這些張力全部把它找出來 首先 我把對象丁在這條繩子上面 這條繩子收了幾個例 收了這個TAR 還有這個TB AV 跟什麼呢 跟這個 重量 重量是W 這是AV之間的重量 好那現在呢 這一個 這個是53度 所以這整個角是90度加53度 然後呢 這一個 這個你把它延伸以後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的話呢 是等於30度 37度 37度 好那這整個180嘛 那這37 所以這個是53 這個是53度 減掉 好那現在這個幾度呢 這個角度是53度 減掉37度 那這個角度 就是180減掉這個角度 這180度 減掉NOSA 減掉這個53度 減37度 好那我現在用NAMI定理 NAMI定理就是TAR 除以SINE的 53度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TB SINE的這個角度 TB SINE的這個角度 這個是53嗎 這是90度 所以是90度加53度 SINE 90度 加53度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W 除以多少 除以SINE這個角度 SINE 180度 減掉 減掉 53度 減掉 37度 好那這個是等於SINE的 53度 減37度 那這個是 5分之4 這個角度是 這個是345那個三角形 這個如果是 5分之4 53度的話 這是4 那是37 這是3 345那個三角形 所以這是5分之4 那這個等於 這個是等於 cos5三度 cos5三度 這是5分之3 好 那這個等於 這個是等於 SINE513是5分之4 乘以 4 乘以cos37 這個是5分之4 減掉 cos5三度是5分之3 SINE337是5分之3 這個是等於 25分之6 16減9 7 好那這樣TA就等於多少呢 TA就是等於 乘過來了 這5分之4 乘以多少呢 這個翻過去 這是7分之25 25 25w 好這個是515 525 這個是等於 7分之20w 那這樣我們看一個 TB TB TB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 這個是 5分之3 乘以7分之25w 等於 等於 5525 7分之535w 好TB 那在TB的話 怎麼算 TB的話呢 我現在把對象呢 釘在這裡 釘在這裡的話 這個 這個的話呢 瘦了幾個粒呢 瘦了這個TB 還有TC TC是水里浪腔 因為這切下方向 是水里方向 這是TC 那這一段 重量不曉得 這個我叫做W-Plant 不過我曉得 水里方向合力等於0嘛 所以就什麼呢 TB 這是37度 我說TB TBcos 37度 5分之3是12 減掉TC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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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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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我們看看這個選項 這個選項的話,他說A點處張力是5分之4 A點是7分之20 所以A選項是錯的 再來我們看B選項 B點處張力是7分之15 7分之15這個對 B選項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C選項 C選項他說C點處是5分之3 5分之3這是錯的 應該7分之3才對 再來我們看D選項 D選項他說BC段神重是7分之9 我們看看這個BC段的話 現在我們就找BC段就是找Ryplung 那Ryplung等於多少呢? 我們看前水方向 就TB TB3.37 TB的話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7分之15 TB3.37 5分之3 等於多少呢?等於Ryplung 515 515 535 33得9 所以是等於7分之9 6分 這個是對的啦 所以D選項也是對的 D選項是對的 好 那麼他現在說 AB選項 AB選項 跟VC AB選項 跟CB這一段 他比值是3分之4 對不對? 那這一段比這一段 就是W 因為它均勻的 W比上多少呢? 比上Wplung Wplung的話 是等於7分之9 W 他比值是9分之7 比值是9分之7 他說3分之4 這是錯的 所以E選項是錯的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選B跟D 這一題應該選BD 3分之9